示范实验 活性与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用以下的实验来认识活性与氧化还原反应 步骤一 把足量的碳粉与氧化酮混合均匀后 倒入试管中 观察外观颜色 步骤二 将试管置于瓦斯喷灯上 加热5-10分钟 注意 加热时 若试管口的水珠流至底部 亦造成试管破裂 步骤三 待试管冷却后 将试管内的物质倒入蒸发敏 并以放大镜观察 步骤四 将等重的碳粉与氧化钙混合后 再进行一次实验 步骤一样 步骤一样 步骤 ليxt mark裤 步骤一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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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骤一周 从以上的实验我们观察到 碳粉与氧化酮粉末都是黑色的 混合加热后产生二氧化碳与红色的酮 表示碳的活性大于酮 容易与氧结合 将酮还原出来 碳与氧化钙加热则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表示碳的活性小于钙 由此可知 碳、酮和钙对氧的活性大小 依序为钙大于碳大于酮